大家好 我是Opera的Pekko 很高興這次是第一次我在這邊做閃電秀 其實這個有關這個Presentation 其實今天是要由子冰來做Presentation 但是因為他覺得我那個因為感冒 然後聲音會變得比較雌性 然後可以讓大家比較不會睡著 所以我就過來了 好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Opera Opera其實在1995年成立 那我們其實成立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上網 上網是大家的權利 所以呢 Opera在所有的device上面 都做到所謂的讓所有的裝置上網 然後給所有裝置最好的一個瀏覽經驗 那麼我現在要講什麼呢 現在就是要講說 我們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有推出一個Opera App Store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想說 那Opera在推那個App Store有什麼搞頭呢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到一個趨勢是說 網路的應用程式會成為一個潮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不管是Apple或是Android 它其實都是confine在一個 譬如說自己的一個封閉系統裡面 那我們希望是能夠是用一個所謂的 開放性的網路標準 然後來鼓勵開發者去開發應用程式 當然這些開放性的應用標準 網路標準就是像CSS啊 JavaScript啊那些等等 那我們的App Store呢 其實也包含這整個一個元素 在同時也納入所有的系統 譬如說像Android、iPhone 那我現在想知道現場 有哪些朋友正在開發Apps 或是前端的工程師舉手一下好嗎 好 這樣我就知道我等一下要發出的禮物有多少 好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App Store 它其實是內建在我們的browser裡面 那大家都覺得說 那Opera使用的人數多嗎 那我的Apps會有很多人去看嗎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數字 其實在Opera現在目前每個月的 有超過1億的活躍用戶 再透過Opera Mini去上網 那另外呢我們其實是 在整個手機的browser市場上 是超過iPhone的那個市占率 在我們也可以幫你去接觸到一些 比如說比較很冷門的國家 比如說像俄羅斯啦、南非啦 所以在一些iPhone啊 比如說在日本啊 在美國很流行的一些地方 但是我們卻幫你們去增加一些流量 帶來更多的一些visits 從這些其他國家 那這些國家也是正在興起的 新興的手機上網國家 那我們透過什麼樣的channel去distribute呢 第一個就是透過OEM 我們跟了全球各大的品牌廠商 手機廠商跟晶片廠商 然後來distribute我們的product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從opera.com 另外呢就是從一些app store 所以不管是在哪裡 你都可以下載到opera mini 或是opera mobile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接觸到opera的那個mobile store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些 其實大部分其實就是從opera.com 去access到就是去download到我們的browser 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在所有的平台上都有支援 一分鐘 只剩一分鐘 好馬上 還要送禮物喔 對 然後呢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有1.5個million的download per day 那這個數據還是在增加當中 那到底要去哪裡上載 上傳你的app呢 到publisher.mobilstore.opera.com 不管你是為Android為iPhone 或者是為其他的都可以 然後你上載完之後 你寫個email給我 就會給你一個小禮物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們的免費的那個 內容開發者的軟體 那只要是你想要在TV上面 有想要做content的話 都可以透過這個CDK 去做一個customization 那我們也是用一個我們的open source 的一個除錯軟體也在裡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使用到 這是我們唯一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產品 所以謝謝大家 如果有更多的資訊請到 dev.opera.com來做參考 謝謝 我又沒有拔到插頭